为了更好地讲述新加坡故事 国家美术馆计划增加导览员的人数 并开办纯华语的导览课程 把华语导览员增加到近100人 我们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文化奖章的得主蔡明志先生的1959年的一个画作 国语课 什么是我们的国语啊 马来语 所以作为华裔来讲呢 他们就很热切地希望学习这样的一个语言 透过生动有趣的讲述 让访客了解画作的背景和我国的历史故事 54岁的周慧莉 在担任国家美术馆志愿导览员之前 已在我国其他博物馆负责华语导览工作 她说能从分享中找到满足感 起码年轻了30年 因为重新开始学习 那么你会充分地享受那个学习的过程 学习的乐趣 美术馆目前有222名志愿导览员 其中华语导览员就有60人 为照顾到中港台和本地华族社群的需求 美术馆计划在今年内 多增加30到50名华语导览员 并开办纯华语课程 目前是中英语导览员一起上课 课程主要以英语讲解 从讲解或者是导师就是资料方面就是直接以中文就是讲解 希望从中的就是更能够的吸引更多的国人或者是新加坡的一个居民就是来报名参加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超乌的活动 来临农历新年长周末 美术馆将照常运作 预料到时候将迎来另一波的访客人潮 美术馆表示已经做好准备 必要时将考虑加派更多的导览员人数 以应付这段期间的需求 新闯媒新闻记者 薛书会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